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以后呢 我在布护科大学呢 拿到这个金融学的MBA 我是2008年毕业 毕业以后呢 一直在这个加拿大排名前三的一个银行总部工作 转眼了十几年了 然后我呢 毕业以后呢 就是开始的时候 是在这个风险管理的这个IT部门 做这个商业分析师 就主要跟这个程序员在一起啊 设计这个对冲的金融模型 后来呢 我在银行的这个财政部门呢 做这个特殊项目的经理 2015年的时候 我跳到了银行的Global Finance 从事这个金融衍生物对冲的财务分析 主要是根据这个事前的构架呢 对这个要执行的对冲交易呢 做这个前瞻性分析 然后事后呢 是根据这个金融产品的估值 对相关交易的损移的进行分析 然后确定了这个 对冲交易呢 是否满足这个对冲站位的要求啊 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我的背景 然后呢 刚才这个提到这个这个技术的进步 技术确实在进步 那样 然后这个无论是这个 像我们在银行里 或者是在其他大企业也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想我们用的是这个在加拿大的大型企业里面 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用EGL OBI 那样 只有在小公司里面才用这种Placebook 就是我们只要输进去日期 输进去相应的这个Business案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财务储蓄 不需要就是说这个手工东西越来越少 然后呢 但是对分析的要求呢 往往就越来越高 那样 在加拿大呢 如果在这个做财务这个行业呢 如果呢 要做进入中层的话 这个CPA是必须有的 这是个前提的条件 当然有些同学的话就是说 想进入财务这个行业 其实呢 我觉得美国CPA呢 给大家一个机会 因为美国CPA的话 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有这个本科学位 我问你读什么专业 这都不重要 你都可以有机会去拿到这个CPA 最重要的事情呢 是这个美国CPA呢 和这个加拿大CPA呢 之间它有个互认的协议 那样 过会我也会讲到 然后呢 这个在讲这个具体的这个美国注册快议室的要求之前呢 我先想谈一下呢 我个人呢 就是对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些想法 首先呢 就是说我必须讲这个教育呢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说事实上呢 如果是在就是非英语国家取得的学位 这个往往是越高的学位 或者呢 在国内呢 越高的这个职位 到加拿大以后呢 越不好找工作 别人会说你呢 over-qualify 从这个职业生涯角度来说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个雇主的需求 我们既不要over-qualify 我们也不能够under-qualify 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让我们的简历和我们的经历 正好能够满足雇主相应的要求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还想讲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 我们要想好这个呢 在这个国家里呢 就是我们到底要想做什么 从开始的时候就要走对务 为自己的这个长期发展呢 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事实上呢 就是说 如果你在一个大公司 或者一个中型公司 在阶梯上往上爬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在你这个职业生涯开始几年以后 你非常难有重大的改变 换句话说 就想转行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如果大家在政府网站上找个工作 大家会看到 他有这个重大工作经验和工作经验的要求 所谓重大工作经验 就是你在过去三年里 你都做过什么 这个是最有价值 所谓工作经验 只看过去五年 所以说 开始要走对务 以后才会越来越好 做这个财务分析 跟这个做IT不一样 它不存在一个知识老化的问题 不会要求这个从业人员 不断的更新技能和知识 相反这个财务专业 它是一个可以带来持续现金流 而且越好 或者说越有经验 越吃香的一个职业 所以说呢 我们呢 要对自己呢 有个很好的胃癌 胃癌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就说我们要知道 就说我们选择的这个职业 我们有什么 然后它的规则是什么 什么是必须有 如果呢 想进入这个财务行业呢 我必须讲这个 一个快失的证书呢 确实可以帮助你改变这个职业的生涯 这我本人呢 是商科主持人 我毕业那会儿呢 正好赶上这个2008年的经济危机 我开始进入这家银行的时候呢 只是一个合同工 我对代码一点都不懂 然后呢 我就跟这个程序员一块 设计这个金融模型 我干嘛呢 我写这个方式的requirement 就是根据这个business requirement 跟这个客户的 就是我们这个前端的front office 这个做trading的这个 这个同事他们的需求 写这个系统的要求 告诉这个程序员的这个金融模型呢 应该如何的设计 那会儿呢 这个我还做这个相应的测试 刚毕业嘛 也比较年轻 刚毕业的几年呢 我把这个CPA啊 CFA啊都考下来了 2014年的时候呢 我这个总监说呢 我这个合同工太贵了 就是让我转正 然后我找工作 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非相关的工作 就是说非相关的工作 如果想往上走的话 我几乎没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 但是呢 就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就是我有很多相关的部门 跟我打交道 其中呢有一个上游部门 他这个负责项目的这个高预理呢 给我观点很好 但是呢 完全是工作的关系 我一跟他讲 我说我这么多证书 我说至少能够证明 我这个学习能力很强 可不可以有一个机会 然后他说他需要一个项目经理 我这么被介绍过去 然后这个面试的时候 坦率地讲 这个我已经知道结果 然后很多这个很有资质 然后条件呢 这个远比我好的这个申请人 最后都是做这个陪跑 我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在加拿大这个职场上 大家都讲connection 但是其实真正能够帮助你 往往是一个 你并不是很熟悉的人 那样 大多都不是朋友 而只是一个你认识的人而已 但是用谁都是用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名声 作为雇主 他就会降低自己的风险 而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你怎么能够说服别人 能够在职场上 真正能够帮助你 这个很多时候 我觉得一个人的幸运 都是刻意而为之 而有相应的证书 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敲门传 然后呢 在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 到底喜欢做什么 然后如何能够帮助别人 满足别人的期望 然后建议一个良好的关系 我们都是职业经理 所以我们要为以后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进一步的发展 打下基础 然后我们也要看到 就说任何一个可能的职业或者赛道 还有他这个收入的潜力 那样 我为什么说 在开始的时候要选择一条正确能够 比如说做finance这行 它有很多不同的赛道 有很多细分的职业 有的人做councing policy 这个会计政策 有的是在各个business案 做这个财务分析 还有人做这个报表合并 还有各个部门都有预算团队 当这个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和经验的积累 只要你能够进这个行业的话 你就有机会去尝试不同部门的工作 那样 我这个老板呢 是个剑桥毕业的苏管人 他就经常鼓励我们 他说你过这个每两三年 换一份工作 这是一个最现实的 就是学习新的知识和升职的办法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你怎么才能够打开这扇门 这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相应的这个会计师的证书 我还要提到一点是呢 就是说 我有一些学生呢 就说在国内呢 就是说有很好的职位 然后移民来到这里 我想说的是呢 就是说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但是往往需要从头开始 我觉得应该忘记呢 过去呢所经历的 从而技能之外 然后在这个国家里面呢 开始自己新的职业生涯 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比来比去的 加拿大的这个环境物价和房价 比起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还是要好好的太多啊 那样 问题的关键是呢 就是说你已经做了觉得已经在这里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 你如何在一个新的环境里 重新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的生涯 我们呢不仅呢 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要了解的这个 想要做的这个行业的规则 从雇主的角度而言 他们需要什么 做这个finance这个行业 做finance这个行业 一般而言 本科学位 一个快试证书 还有这个相应的工作经验 我必须承认在任何时候 工作经验永远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如果去申请一份普通的 accounting analyst的工作 就会计分析师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一年五六万 银行体价五万三 那样 如果你有一个会计师的证书 即使你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他也会让你处于 一个极大的竞争的优势力 这样 然后呢我讲一下呢 这个关于教育 作为移民而言呢 很多人都在加拿大读过书 我本人也在加拿大读过书 然后呢我见过这个 快四多岁的这个大减癌 这个加拿大以后呢 在这个多大重读这个 会计本科学位 然后又考CGA 然后积累经验 在我们银行的这个 back office呢 做这个会计经理 就后台的会计经理 一年呢也挣八万多 还有很多人呢 读这个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就存在一个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 和预期收益之间的权衡 我个人的观点是 如果不是很好的学校 或者很好的学校 他没有很好的实习机会 那种call up机会 那就不值得去读 因为只要你走入社会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学位 在加拿大社会里面 你就要有相应的证服 这样 西门老师呢 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我觉得我们读书 不仅仅是为了学习知识 同时呢 也要找一份很好的工作 所有的知识 只有应用到实践中 才有价值 大家都是工作过的人 大家想一想 这个 有多少 我们曾经在学校里面 学过的知识 在工作中 被实际应用到 这样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从西门老师的角度而言呢 我觉得还上我们的课 美国CPA 这个知识的框架 非常的好 你确实能学到各种各样的 关于财务方面的知识 但是 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不仅仅的学习知识 而且我们要把这个证考下来 然后用这个证呢 砸开呢 我们想从事的 这个finance工作的大门 然后呢 我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加拿大这个 关于这个金融啊 财务方面的证书 首先呢 说一下这个CIC CIC这个证书呢 西门老师也有 大学时代 假期没啥事啊 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玩词学的 然后两门都考过了 这个证书呢 非常的好考 这个证书非常的好考 这个考不过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 但是呢 这个证书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呢 只适用于银行 真正的零售业 什么意思 就是针对一般客户的零售 然后这个职业呢 就是大家去这个银行 看那小屋里 分支行啊 这个办 就是这个一般业务的啊 看那小屋里的人 都有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职业 收入潜力非常有限 一般情况下 在这个四万到六万之间啊 四万加别到六万加别之间啊 然后讲一下这个特举分析师 特举金融分析师 Simon老师呢 自己也是CFA 我2014年插进 然后呢 这个 我必须说这个考试的整体设计啊 非常的好 这个CFA啊 能让你对这个金融业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整体的了解啊 你在进行一些比较高的职位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这个证的人 会有优先权 但是 那次的职位里面 一定还会有句话 就是你必须有 快议师的证书 因为你必须要会看报表 那样 这时候呢 坦率的讲 有的时候我觉得 有这个特举金融分析师呢 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尤其是对移民而已 为什么 在申请工作中 别人会认为你 over考试 还有一个 这个特举金融 特举金融分析师本身的问题 这个CFA坦率的讲 是一个很不考 特别特别难考的证 可以说这个所有证书里面 这是最难的一个 这导致一个问题 基数太少 这个真正拿到证了 CFA太少 大家试想这个问题 一个正常的初级 或者中级的财务分析的工作 这个职位的老板 或者老板的老板 他都不是特许金融分析师 那他为什么要招一个 学习能力很强 然后不一定会干很久 将来有可能会替代 自己的特许金融分析师呢 所以有的时候 有太多的证 不一定是好事 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虽然我也是CFA 然后呢 我要讲讲这个会计师 在这个 大家找工作的时候呢 会发现 除了这个财务相关的工作以外 很多其他的工作 也要求这个证书 比如说做贷款 Sam老师曾经在这个银行总部 面试过 就是 做贷款的 这个审批经理 然后呢 我就想什么 我都想试一试 我就去面试 他们要这个 这个CPA CFA 然后我说你们要CPA干嘛 我说你们为了不需要 有那么 就点 这个Ratual Analysis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都是有固定模板的 然后呢 这个比例分析 各种各样的分析 你把数语输进去 全都说 我说你们知道 这玩意是CPA做什么 不是CPA做什么 他说申请的人太多 没有 这个我们工作要就会报表 要做这个信用分析 知识判断 那么肯定 是吧 一堆人怎么选 那肯定从这个 有这个CPA的开始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讲一下这个 先讲一下加安大这个 CPA的前生后世 这个加安大这个注册会议师呢 过去呢 坦率的讲比较好考 分为这个CAA CMA和CGA 这个CAA呢 一般要求这个审计的工作经验 这是个捷径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 去这个四大 或者说是国内的比较大的 快选事务所 来从事工作 然后呢 干几年 然后就到这个企业里去 直接做中层 那样 直接做中层 这个捷径 但是 包括四大在内 薪水非常低 加班还免费 那样 只有一个晚餐 和一个晚上打车的费用 这个塞梅老师有很多朋友的四大 然后这个 怎么讲呢 这个 干到第四年 大学刚毕业开始就进入四大 干到第四年的话 七万多块钱 而且是CAA 就大概这个数字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精确数字 七万五种 然后呢 CMA呢 是这个 管理会计师 这个加安大企业非常喜欢CMA 这个都是培养财务人员的 以CMA为主 当然 有很多人 但绝大多数C 其实也都有加入 这个 这个各个企业财务大军的 这个中层 中层管理 还有一个是CGA CGA是纯会计 我对每个CGA充满敬意 因为他们这个会计的细节要求 非常高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这个AIR 这个东西的存在 使很多东西都已经 没有意义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细节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你拿出一个报表 你能看出它的performance 你知道报表之间的 这个各报表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呢 这个相应的税是怎么回事 你能看出 他这从哪赚了钱 从哪赚了钱 你能看出 从这个MDNA 这个财务报表的辅助中 你能看出其中的问题是所在 你能看出他们讲的故事 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 那样 然后呢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这个一个快语师 就是说 你所达到一个真正的高度 然后呢 这个最近几年 这个加拿大注册快语师呢 这个三合一合并 合并了以后呢 这个加拿大的注册快语师呢 我认为 他这个要求 就是他这个水准 对自身的这个成员 他这个水准要求的非常高 这是验好事 这个我有很多的同学 就是从这个加拿大CPA这个program过来 包括呢 有学会计本科 甚至研究生毕业的 我班上有一个艾薇School 艾薇School呢 他是 就是十几年前毕业的 艾薇School 大家都这是非常好的学校 而且是学财务的 然后这个同学呢 当时比较傲慢 然后他也没有 他直接可以参加最终的考试 就不用学 然后他没考 但是后来再去考的时候 想考的时候 要求他54门的课程 换句话说 你不管学什么专业 你不管是否学会计专业 只要你毕业十年以后 加拿大注册会议师认为 你的知识 已经不是最新的了 所以在进入加拿大注册会议师 正式学习之前 你要补十四门指定课程 让你的这个知识 就是说跟上实在的变化 我这个 我认为是件很好的事 但是呢 也增加了考试的难度 另外一个呢 如果你要是不是学商科的 可能就不是十四门 而是十八门 这是我见过的最夸张的一个记录 如果你是学商科的 但是你不是学会计的 你在毕业的十年以内 一般情况下 你需要补大概八门的课程 然后如果你是学会计的 你是加拿大正经大学毕业的 你考试都过了 然后你成绩不够好 然后你可能要补五门当六门的课程 我班上就有一个 UBC毕业的一个会计的同学 他毕业以后两年了 他在我这上课 我就问他的情况 他说我都过了 学位拿到了 但是呢大学的时候呢 不是特别用功 然后呢就没有满足这个加拿大CPA的要求 当然我也挺吃惊的 我一直以为这个 这个会计毕业就可以 刚毕业的学生 然后跟我说要不要给我们的课 他说这个美国CPA一共考试的考试 那样的 然后呢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非常高的标准 对这个从业人员非常高的标准 导致上呢 拿着这个证书变成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非常漫长的过程 然后呢 从金钱的角度而言呢 成本也非常高 补一门课 假设你都考过 那样不是每个人都能考过的 虽然补课的时候 大多数多人 大多数人能考过 但每门课的话 你至少要五六百加比 那样你大家想一想 如果十四门多少钱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时间 我班上有一个同学 就是怎么讲 他花了就是几年的时间 然后把课补完了 补完以后进入这个正式的课程 然后呢 这个呢 最后他这个 Denna CPS有个最后 有一个三天的大考 干嘛呢 写这个scenario analysis 情景分析 写作题 这种东西呢 很多 我们的这个 中国同学不是很擅长 就这个同学考了三次 都没考过 都没考过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 Denna CPS对自身的这个 潜在的这个会计 是要求非常的高 有很高的标准 如果你三次都没考过 不好意思 重新读 这个公平的讲呢 这个 有这些金钱和时间 这个 美国CPS早就拿完证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 来听这个的 大家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 就是说我们 有一天 我们也许不打算回去 但是谁不知道 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可以给自己 留一个机会 考美国CPA 绝对是个很好的 这个选项 因为在中国 美国CPA 因为这个水涨船高的原因 引出三万二 涨三万六 人民币 这是公开信息 可以查到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 怎么讲 美国CPA的这个 全球承认的证书 那样 然后它的 整个的一个考试成本 不会超过两千 全加上来 然后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在一年半 到两年之内 可以拿下来 我呢 就是把这个事实 就是摆在这里 我觉得呢 加拿大CPA非常的好 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然后呢 大家呢 自己呢 可以做一个客观的判断 如果呢 大家觉得 就是自己的学分呢 就是说 满足加拿大CPA的要求 可以给他们写信 然后做评估 给你做个评估 然后你看我 说的是对 还是不对 然后呢 讲讲这个 加拿大 美国CPA的加拿大 独特的优势 坦率地讲 这个一般情况下 加拿大CPA 可以从事的工作 美国CPA都可以从事 这是第一 第二 大家问我 如果 这样的话 那加拿大的CPA 有什么优势 大家知道都快递事务所 有三条线 第一条线做审计 第二条线做税务 第三条线做私取 如果你做审计 你做合伙人 那个位置 就是你大老板 你知道大家要知道 做到 做审计 做到合伙人 的时候 你是需要 转成加拿大CPA的 这种情况下 你是要做销售的 你是要转成这个 加拿大CPA 这确实是要的 这我公平的讲 这是唯一的区别 如果要是说 美国CPA 有什么优势 OK 因为在加拿大的话 像五大行 还有很多像 罗者这种大公司 都是在美国上市 他们需要 美国CPA 做相应的财务报表 有人做财务报表 就要做 就要做合规的 就要做内部审计的 这一串 都是需要美国CPA 相应的 外部审计师 也需要有这个 美国CPA 另外还有很多 就是相应的 第二个是相应的 好多贸易往来 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不论是美国 在加拿大的分支机构 还是加拿大 在美国有分支机构 出报表的时候 都需要有人 懂这个美国会计 这个美国CPA 都是很吃香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 就是我包括我很多的 我过去的大学同学 还有我的一些朋友 就是专门做美国税 这个事务所里面 这个有专门做美国税的部门 不仅仅如此 就在我们银行里面 做美国税 也是个很大的部门 那样 这也就是个独特的优势 大家要知道 我一个朋友在这个 BDO 他是一个 从北京移民过来的 在北京的时候 他也做美国税 然后他把这个美国CPA 拿下到国内 然后来这边 刚来就有工作的 在BDO 然后开始的起价的七万多 然后跟我说 就就是忙半年 有半年的话 基本都没什么事 然后呢 就是这个 两个的各自优势 还有相应的比较 我必须讲这个 如果你是找到一份 跟美国业务相关的 这种职位的话 变相了讲 就是说 你这个收入 可能会更高一些 然后你的职位 会更加的稳定 其实这个美国CPA 真挺好 个人观点 然后呢 做什么 这个做什么 刚才你讲过 其实 加拿大CPA能做的 美国CPA都可以做 基本上 然后呢 包括我过去的上次 也是这个 达马别尔的 这个美国CPA 然后呢 说去美国工作 这个我没有见过 这个 我知道的一个 就是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 是一个 我们一个小组 就四个人 就四个人 然后呢 我一个同事 然后他升不上去 升不上去呢 去我Minding F 然后做这个 Mainment Rotation Program 就是到各个部门 都去实习一下 然后看哪个部门 更合适 结果他Minding F 又没收上去 后来呢 他就去了这个美国 这个硅谷的微软 做财务经理 但是他有个问题 他就是说 他一直是加拿大CPA 然后在美国呢 也是加拿大CPA 一样用的 他加拿大在美国 其实都没什么区别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回中国 回中国的话呢 坦率地讲呢 这个在国内 考美国CPA的人 非常多 明年都春天上万的 然后说平均薪水呢 是四十万 我必须讲 四十万是很低的数字 四十万换成 加比赢八万都不到 那就真的很低 然后AICPA回国 有很好职业生涯的经历 其实我不知道 我听说过的 就是一个 在我们多文多的 一个小事务所的 一个高预经理 到中国的话 在阿里巴巴的一个省 一个中国的一个省 一个不分支机构 做这个CFO 挣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然后做这个小业主 entrepreneur 三马老师呢 是个职业经理 三马老师呢 这个没做过生意 我不好评价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呢 确实是说 你学的财务知识 然后呢 确实能在不同的领域 就是说你在这个 问你做什么样的生意 你有相应的财务知识 确实会有很大的 这个帮助 然后呢 加拿大的这个大公司 和这个中型公司 尤其是在美国有业务的 他对这个美国CPA 是有独特需求 这个我必须承认 还有就是这个大公司 大银行的 这美国数据部门 那样啊 这都比较需要 这个美国CPA 然后呢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就是说 从去年开始呢 在这个 加拿大本土 设有好多考点 设有好多考点 这个疫情呢 就说什么时候 来的时候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呢 有件事情呢 现在我们多多的话 是有三个考点 然后呢 在这个 BC省呢 万库尔和Victoria 都是有考点 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呼人证书 这个 这个是从 加拿大的CPA网站上 美国CPA的网站都有 有东西 就是加拿大和美国 这个快支协会的呼人证书 这个我想说的是呢 首先 政策层面 这个呢 是个政策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从政策上讲 两国的这个CPA 是呼人的 这是个非常unic的东西 因为在中国的话 有大量的人 去考美国CPA 去花很多钱 去上什么高顿的课 然后去考这个美国CPA 但是中国跟 美国的快支上 是没有这个 呼人协议的 但是加拿大就有 这是个政策层面上 叫政策层面的呼人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实操上是怎么样 实操上 我想说也没有问题 就在这个大企业 大银行 或者甚至中型 中型的那种公司银行 你这个CPA的话 大家不要把它太当回事 它只是一个证 证明你学过这些知识 你有财务知识 有相应的税务方面的知识 然后你可以从事一个职业 它是个敲门转 那三马老师 又是CPA 又是CFA的话 那你说我这个天上班 也没有人问我 你有啥证 这个证 就是个敲门转 一个找工作的时候 用的东西 但是你通过学习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让你呢 对这个知识 有一个框架 当有一天 你遇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能很快的pick up 这东西对你来说 不是新的东西 今天你记不得 你稍微一看 你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CPA的意义之所在 所以我想说呢 我是从政策层面的 还是从时操层面的 这个加拿大和美国 这个CPA呢 都是忽认的 然后讲一下考试的这个形式 考试的形式 这个考试呢 基本人比较多 以这个多选 以这个单选题为主 单选题为主 所谓的这个Malibual Choice 就是单选题 然后呢 这个 我不跟加拿大CPA做比较 因为加拿大也没什么好比的 因为加拿大CPA的话 还有很多asset 然后presentation project 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的话 我不能不承认 就是说 这个选择题的话 会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 然后呢 这个CPA呢 一般情况下呢 要求你有一个本格学位 然后考试考过 然后有一年工作经验 或者三年的 就是part time working experience也算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CPA的执照 然后美国CPA的执照呢 都是可以这个跨州职业 然后呢 这个考试呢 有这个教这个审计 然后 financial content reporting 就是这个财务会计 还有这个教这个美国税法 这美国税法 是我快 我马上开的一门课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 呃 企业环境上的一些概念 这是个综合考试 什么知识都有一点啊 然后考试的 这个时间格式呢 我下面会讲到 然后呢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考试呢 就是说他这个 一般是考试120个学分 nonlicense的话 是150个学分 然后考试基本上 每天都考 因为他是机考 然后呢 这个机考呢 一年的话可以考八个月啊 除了这四个月以外 和过节的时候呢 不可以考 家都可以考 然后考试呢 那个就是通过呢 是75分 但是75分呢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75分呢 我过后也多讲完 我还回答问题 然后呢 那个 75分啊 75分这个成绩 美国CPA从来都不承认 就说 这个成绩不是个绝对分 或者是个绝对分 我告诉大家 这个成绩是个相对成绩 你学怎么样 是一回事 跟你一块考的 人的水平 也很重要 大家去看这种意识 每次通过率 过去多少年 永远都是在50%到60%时间 所以这个75的话 不是绝对的 然后从你考完以后 考完第一门以后 18个月之内 必须全部考完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建议同学 考试一定要 两门一块考 为什么 一旦你过 假设你过了一门 有一门没过 你后边还有18个月 这个18个月 你只有两门没有学过 然后有一门的话 至少你准备过考试了 你学习过了 这时候18个月 你不过的概率 简直 太低了 简直太低了 几乎是百分之百回国 但是如果你要 只考过一门 然后你就考其他三门的话 你后边18个月 你压力就非常大 一旦你有 万一有一门没过的话 就会性压力非常大 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关于考试的 这个申请费呢 就是这个申请费是 150块钱 然后呢 考试费呢 是180到250之间 因为每门课不同 总而言之呢 就是全家庭呢 一般情况下 大概是1200美金吧 然后呢 年费是 年费是200块钱 大家知道加拿大这个 因为我 三毛老师这个 无论是CPA CFA都是报销的 然后呢 我有很多同事 我同事 大概基本都是这个CPA 加上这个CFA 然后这个CPA呢 他们有 有加拿大的 有美国的啊 然后这个加拿大的 呃 我不知道具体多少钱 但是去年是1000多 然后每年都涨一点啊 那样 就比较夸张啊 但是他们可能 对于这个 这个要求比较高吧 然后收费也比较高 是个事实 然后关于持续教育 就是你如果 你再拿到证以后 拿到这个执照以后 无论加拿大还是美国 是一样的啊 他要求 每年40个小时 对持续学习时间啊 那样 后续学习时间啊 然后呢 三年120个小时啊 然后呢 这个 如果你们真的有天 走到这种地步的话 你们跟三毛说假 因为无论是美国CPA 加拿大CPA 他们都是卖PT课程的 嗯 这个呢 我必须说 他们的课程很好 但是 三毛老师 做会计师 也有十年了啊 这个三毛老师 一分钱都没有花过 啊 有办法可以拿到证书 然后可以不花钱 而且是合理合法 然后 能够经得住 审计的考验 大家可以来找我到时候 嗯 然后呢 我还有件事情想讲的是呢 为什么我写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嗯 我有些同学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啊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看 就你们申请州的时候 因为每个州的要求不一样 不要去找那些男的啊 水平高的啊 算不上啊 为什么 因为你之后可以夸州职业 拿哪个州都是一样的 你挂靠一个要求比较高的州 将来就有一个问题 他审计也比较严 除非你愿意每年 把这个 当然你肯定也这么干 但是 就说 你这个 每年四十个小时培训 你都是要证书的 你是把洞油好 割好 但你没事被抽上 然后说 哎 同学 你把你这个 这个一年的四十个小时的培训 啊 证一下吧 这个 换上谁 谁都不太愿意 这个 所以没有必要把自己搞的 就答都是一样的啊 没区别 我只是想这么讲啊 个人观点啊 还有一个 嗯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我从这个美国CPA网站上抄了 嗯 然后呢 这个通过云呢 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我觉得 BEC是最高的啊 就是BEC还有15分的计算机能 啊 不是15分的shout answer啊 far是最低的啊 financial content reporting啊 就是财务会计这块是最低的 但是呢 我跟大家讲 真的不难 不是因为三毛老师会 三毛老师交很多次 所以才这么讲 他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难 在于他夸他那个覆盖面特别的广 比如说政府会计 非营利组织会计 这些会计 在美国大学里面也不交的 但是这对每一个同学都是公平的 那样 不能说你没学过 那在美国本科毕业的也没学过 那样 所以没有什么 他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难 而他在于这个覆盖的面特别的广 这个东西呢 大家要明白 他不是靠你难度 这是靠你这个知识的 不同的这个 这种隐喻的知识的一个表情 真的是不是很难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呢其实坦率的讲 我觉得考试 就美国CPA这种考试 坦率的讲 只要你能坚持下来 没有考不过 然后我要讲什么 嗯啊 我要讲一下我们能做什么 首先呢 塞麦老师呢 每周呢是讲四个小时的课 是周末讲 周日讲 然后呢 带着大家呢把这个书呢 过一遍 然后 这个呢我想说的事情呢 就是搭一块学和自己一个人学 不太一样 因为自己学是很公主的一件事情 然后一起学呢 就是说还是挺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有时候我可能会也会加一些课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呢 就是说嗯 期望值呢 就是说每个人情况不同 所以这个 嗯 这个要求的水准也不一样 但是呢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讲师而言的话 我只能保守的说 保守的说 保守的说的话 一般情况下 嗯 每周的话你要做二百道题吧 然后每天做三十道 做三道题 对于塞马老师的话 可能十几分钟 对于你们而言的话 我觉得时间要长点 最后五分钟就到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你要对的知道哪里对 错的知道哪里错 然后你做最后的时候 你会什么样子 你不仅仅是知道 你哪对哪错 这个对和错都不重要 你要知道为什么是最重要 另外一个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课斗讲完 这题都刷一遍的时候 那要刷第二遍的时候 那到什么地步 你要到这个 你看着这条题 首先你要知道 这条题考的是哪里 这个是最关键 你脑子里面要有一个框架 那样 到这种程度 你就可以去考试 然后呢 我觉得呢 保守的说呢 我觉得 就很保守说 就是如果 就是要想通过的话 大概每周的话 可能需要二十个小时 那样 这个客观的说话 然后对我有件事 好像要提的 就是说 塞姆老师呢 负责讲课 然后塞姆老师呢 也愿意呢 给大家就说 什么有 谁有什么问题的 单独来找我 我们可以一块来讨论 我上课的时候 你没有听台统啊 或者做题 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都可以讨论 然后呢 就是说 如果很好的问题呢 就是我可能在 课上也会讲 但是呢 我必须提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教材和题库 是学校提供 然后呢 我是照着 学校提供的教材来讲 然后我提供PPT 然后PPT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那种 高水平那种PPT 就是说 它会抓重点 然后呢 机构 他们的习题 非常的好 作为一个兼职讲师号 必须承认 维东亚现在的习题 是 可能是在加拿大境内 找不到更好 因为他们的题真的好 而且他们不仅有这个 大家如果去考 如果考这个 美国CPA的话呢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加拿大 你可能能找到 MCQ 但你肯定是找不到 这50%的 这个50%的TBS 如果你要能找到 这个TBS的话 大概要4000美金的 然后呢 这个 维东亚现在这个题库 这个TBS 他们刚更新过 这是非常好的 这我只能这么讲 不能讲到这 然后呢 因为题库是机构提供 是跟三毛老师 就说 其实 没有什么credit 但我只是说 他们提供的题库非常好 然后考试呢 每门课都是四个小时 然后呢 这个multiple choice mcq这种题呢 就是给你两行字 然后后边 后边给你几个四个答案 选一个 然后这个 这是呢 在50% 然后大概有 就是这每门课 可能提样 还是不太一样 就差不多 然后TBS呢 是这个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 什么八道四道 八道八道的 这个呢 就是说 什么东西呢 给你篇文章 后面呢 要不然是选择题 要不然呢 是 那是填空题 或者画条线 什么的 打勾 都有可能 但是 没有写作 写作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ncept BC这块 考三道题 考三道题呢 只有两道题算分 每道题7.5分 那样 这个呢 不是考英文 是稍当损 只要你把关键东西 达出来 只能拿到 很高的成绩 如果你没有关键东西 拿出来 你把格式写对 一半分也有 所以 这个 三道题15分 拍插句 为什么三道题15分 只有两道题7分 一道题不7分呢 有一道题是测试题 这个测试题呢 就是以后可能在考试中会用 他想看看大家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 但是你不知道 哪道题是测试题 所以但有一天 你遇到 就是考试的时候 遇到不会的时候 千万别紧张 这很可能是要测试题 然后呢 MCQ呢 就用 一道题 下边跟着几个小问题的 这个呢 只占50% 然后TBS呢 基本占50% 只有这个 BEC是35% 另外 这两道题 他讲过7.5一道 然后呢 是这个烧档色 当考试呢 其实真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记的 可以记最多的就是审计 因为审计跟完全没有计算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说 又不让你写文章 你也不用背 背也没什么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 关于这个应用 什么都要关于应用 比如什么 FAR啊 这个BEC啊 应用 比如说让你算个Ratual 就是 比如一个会计 一个会计分物 你借方和代方啊 这些东西 都是 要求的这个 这个就是 属于应用方面的 然后还有可能一些 做一些分析啊 然后这个Evaluation 为什么只有审计有 为什么只有审计有 审计有的 关键原因在于 审计是要出审计报告的 审计报告 你要做一个 这个 评问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审计意见 啊 你是这个 没有没有 无保留审计意见 还是有保留的 还是提反对的审计意见 还是说你不发表意见 你总归是个观点 啊 这个观点的话 就是以来有意思 跟情况都不用做判断 然后呢 这几个网站呢 其实蛮重要的 这个呢 是NASP网站 其实大家如果 任何的关于 美国CPA的信息呢 你说无论 Simon老师说什么 都不重要 大家到这个网站 都能查到 这个网站上 如果 没有直接给的话 他一定会给 相关能连接 连接到这个州的 这个美国CPA ASP的协会 这个网站呢 是美国这个 CPA 美国CPA考试的 报名网站 啊 这两个是 学历认证网站 就是 嗯 你学历认证啊 看看你这个 但是有件事情是 嗯 其实 我下面会跟大家讲 这个学 这个 学分的事啊 这个 要先选州 后选 这个 评估机构 因为每个州 虽然就这么几个 评估机构 但是每个州 认可的可能 有点小差异 嗯 然后 我要给大家 讲讲 怎么看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很多的州 然后美国的 很多州的话呢 大家去 嗯 大家去这个 NASP网站一看 现在五十多个州 每个州都有这个 美国CPA 这个考试 要求有点区别 啊 然后 怎么看啊 怎么看 这是达安威尔 这是达安威尔啊 当然每个州都不一样 这是达安威尔的要求 嗯 大家看的时候 记住 一定 一定要从后往前看 那样 从前往后看 会花费很多时间 先看这个 他什么东西 在美国那个州 有没有居住权的要求 如果有居住权的要求 就不予考虑 像达安威尔 他没有这个要求 这些很清楚 但是有些州 是有这个要求 所以上海先看这个 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是 看这个 美国CPA 其实现在要求的不是很严 因为我前两天 有一个同学 然后他就来跟我说 他说 塞马的时候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知道吗 我来这个又申请这个 license license的时候 这加拿大CPA都可以 我当时惊讶了一下 我说现在这个 因为塞马的时候考的比较少 所以现在呢 又有些变化 不是当然不是每个州都可以 接受这个加拿大CPA的 但确实有州可以的啊 以后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现在只要可以 走得中 然后呢 这个美国CPA签字 作为六大指照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可以找到的 这个没问题 但是 这上面如果不是这么写 都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不要求 第二种要求 美国CPA推荐 这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要求你上司 你的老板 是美国CPA 然后签字 这样的州 一定不要选 这个 真的是 比较有困难 选容易的 选容易的 大家请选容易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太好意思了 机构呢 要我一定要夸自己 我 挺普通的 也不是什么学霸 我觉得呢 考试都是挺一火 然后呢 大家好好努力 只有考得过的 没有考不过的 这我想说的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然后呢 如果你们谁愿意来上我的课呢 你们一块好好努力 然后把这个试考过去 没有什么 其他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这个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首先声明 这个东西 信息不是最新的 是赛蒙老师过去做的 然后呢 我只想讲方法 我不对内容的准确性 和最新性负责 应该这么说 这是赛蒙老师做的 这个呢 这个是个表 美国所有的州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们去考试的时候 你们去考试的时候 你们只需要选一个州 你们不需要像赛蒙老师 把所有的州都总结出来 你只需要选一个 然后 这个物有很多条 我们选交最适合自己 然后呢 这个怎么看 所有的 这个是跟刚才的 这个是对应 就是 跟这个是对应 那样 我还讲 就怎么看 首先第一 上海 这个SSN 这个SSN就是 本州居住的要求 如果要求 这个州要求是 必须是 本州居住的 这个 在本州居住的居民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用考误要 这个是第一个要 必须考误一个 第二个 要求 是直接上司 是美国CPA的 这个很少 这个很少 要求这个美国CPA 居住有可能的 但是要求 比如上次是 美国CPA的话 很少 但是 不要学 一定不要学 然后 会计学分呢 有些要求 还有道德考试 如果有道德考试 要求的州 请不要在意 这个道德考试 没有考不过的 就是他们 受点费而用 对无论加拿大CPA 美国CPA 对这个道德 都是要求比较高的 然后有些州 会有考试 这个考试没有考不过 所以一点不用担心 然后呢 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 要讲的 但是呢 二对补学分的是 就是一般情况下 读会计专业的话 基本都够 会计本科都够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你商业学分的话 非 这个美国CPA 有个优点 就是说 你非会计专业 甚至就是说 你学地理化学的 你想爱考 他都让你爱考 然后呢 你可能会补一些学分 一般情况下 要求是 会计学分15 然后商业学分10个 是最低的要求 没有 然后总学分的话 就是说 考试的话 是120个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以通过 补学分获得 然后 维端亚这边 这个 我先声明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跟 Simon老师 和维端亚学院 是没有任何的 利益关系 这我们用的是一个 就是国内的一家 著名大学 高顿跟我们用的是一家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这个家是每个 他们国内做成这个 产验样化 然后呢 他们直接给美国 CPG成绩 然后那边就承认 那样 他们都是完全 就是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同学呢 在那边呢 就是补课 然后 基本都能够 从来没有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出货问题的 没有一个补过 然后学费的话 大概是 340人民币 一个学分 这都是公开价格的 这个我们只是负责 就是说告诉你 就是说你怎么去补 这个学分 而且 三毛老师 可以帮助你选课 那样 我可以选到 跟美国 CPA考试 非常相近的课 那样 这个第一学分 比较便宜 340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学会计的话 你基本上是 不是基本上 几乎肯定会不用补 然后呢 如果你是商业学分的话呢 就你比如说 你不是学会计的 你可能学什么什么 任何一个商科的 这个你可能 就是说你不一定够 然后呢 可能会补 要看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但是呢 不会补太多 一般三个月都搞定 如果你要是非商科的话 你比如什么 学地理化学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 半年的时间课 但我们也可以帮你做的 而我们可以帮你 在短时间内课 然后基本上呢 三毛老师呢 就是说 我有什么说什么 就是说 基本上就大概 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呢 这个 我看着大家的问题 如果大家 谁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敲给我 首先呢 我看 有一个同学问 他说请问 美国CPA考证 对会计专业的GPA 有要求没有 没有 你只要过 我知道你在问 因为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的CPA 对这个成绩是要求的 美国没有 美国只要你学了 你过了 你拿到学分了 就可以了 然后工作经验 是做和美国税务相关的吗 加拿大的税务经验算吗 加拿大的税务经验算 工作经验不需要跟美国税务相关 任何 任何会计方面的工作经验 都算 包括很多 在中国拿美国CPA的 他们去美国所有的经历 就是去飞到关岛 或者飞到西亚图去考试 他们一样有 一样有执照 中国的工作经验 也算 只要你跟财务相关 都算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问 美国CPA的工作经验 是 考试以前的经验 可不可以算 还要等考完以后 才开始算 考以前的工作经验算 你在考试过程中的工作经验 也算 你考完的还算 只要是相关的 都算 美国CPA的认证 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 没看太多 那样 但是呢 就是说 美国CPA的话 就是 首先呢 你的学位 你的成绩 都会呢 就是说 工作经验 不需要 不需要 我这你说什么 我这 我有二文 这个什么 加拿大CPA考完 有还有mentor 然后又出什么证明信 这个那个 美国CPA 没那么多事 没那么多事 但你确实要提供 这个 你相应的工作经验 的一个描述 然后 会提供这个 这个电话 email 这类的 没有 没有 不像那个 加拿大CPA 要求非常严格 这我知道 我对加拿大CPA的话 充满了精力 因为他们要求 真的好高 然后 基本上是这样 没有 在美国 CPA的认证 这一年工作经验 根本不像加拿大那样的 没有什么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然后 大家 谁还有什么 任何其他的问题 我看一看 国内本科可以考 这是百分之百 这样 国内本科可以考 然后 加拿大工作经验很烦 这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加拿大认证 那个很烦 加拿大住的外议师 我具体的我不太赌 加拿大住的外议师 但我知道很难考 然后我对这个考 加拿大住的外议师 就是同学都很有劲 因为我班上有很多 就是从这个加拿大 这个住的外议师 做不下 那样 然后包括有人 根本也没报 直接还上我们课 就刚刚讲那个 UBC那学会计的学生 我也知道 这个不是说考考过 拿学位可以 你必须到一定成绩才行 等你到不了的话 你还要重新 补误格门课 他们要求很高 这我知道 然后看看 还有什么要 需要认证 需要什么认证 我没有听懂 国内本科可以 好 国内本科如何认证 是这样的 你呢 国内本科 无论你毕业多少年 只要你有学位 你只要有成绩 然后呢 他们有专门指定的 这个机构 然后呢 这个让这个机构呢 帮你等于变相 做一个公正 然后呢 寄到美国CPA那边去 然后他们就出来 基本上没有过程 嗯 谢谢观看